犯下枪击案的银色轿车 紧急逃离现场 驾驶猛踩油门往北市方向移动 这时他一个转弯 突然把车丢在小巷 转搭有人另一辆车离开现场 只是嫌犯非常叫花 不仅沿路设下断点 躲避追查 甚至一度跑回住家 把全身衣物都换掉 企图混淆专案小组 侦办进度 多了12小时依旧难逃罚网 警方调查发现 他30号晚上6点半入驻汽车旅馆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埋伏 趁着对方走出房门 立刻将人带回侦办 时间到回前一天 一名男子从轿车上冲了下来 过程中他一边掏枪一边拉滑套 完全不顾背后还有家长 正在带小孩过马路 就朝被害人连开两枪 行径十分嚣张 别人在打麻将嘛 就是可能租的人 他们没有搞清楚说 他们那些租客的那个背景吧 可能当他们有些不太有习惯的时候 或是像今天发生 一些什么金钱纠纷的话 人家就会怪党 警方发现教授犯案的 41岁张姓男子有毒品前科 他和枪手都住在台北市北投 曾在犯案之后 一起跑到距离住家三公里的地方 丢弃作案车辆 接着其中一人又往北 逃到相隔五公里的新北市淡水 地缘关系才让他们 几乎都在这里活动 只是办案先入胶着 又该怎么突破 警方立即组成状案小组 教育上百支监视器 以及应用科学侦办技巧 在淡水区一处汽车旅馆 逮获张姓祖贤 绰号租载到案 随着祖贤落网 警方不仅要厘清开枪动机 是否跟赌债有关 另外专案小组也锁定 枪手身份持续追砌 不让枪击案带来的恐惧效应 持续蔓延 净新闻一样的都网络追查不到 立刻下载净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